其实我们煮毛血味一般用的是鸭血 正宗是用鸭血 但如果你买不到鸭血 我们等下给大家讲一下 煮血味炸个来煮 炸个煮出来才嫩 而且我们的蜂蜂烟烟烟 那么其他用的食材有赛鱼 毛血味肯定要有毛肚 是不是 那么还有黄痕 还有鸭肠 还有就是这个鸭鱼 其实毛血味 蔬菜方面有青菜 蜡蜜 豆芽 这个随时有了表配 那么里面还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五彩肉 毛血味是一个典型的江湖菜 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你只要有血 血味 我们还得血味 那么还有就是 只要你有毛肚 其他配菜可以根据自己的封肩油烟 可以根据自己来搭配 先把这个血味拿到锅里面来煮起 这个用的是猪血 大家记得这个是猪血 这种血味 煮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大小一致 如何大小一致 就是要切一下给它 让它切成均匀的分布 就是基本上分成大小一致的拖拖 第二个呢 煮血味的水 一定要按过血味 好 开水可以 我们现在要冷水煮 冷水煮 把火气开开 气开开以后 也就是转成中小火 煮血味的切记大火 一定是小火慢慢来煮 那么下头我们就来准备其他的 我们今天做的这份 毛血味的分量比较大 先弄素材 基本上还是切成分段 毛血味你装的话 要用一个大的点的容器来装 煮血味的时候 火候一定要小一点 然后有时候要搅动一下 免得它就是摘锅 豆腐都洗过吗 洗过的 好 毛主要手势嘛 详细的配方表和比例 都在视频末尾 你把视频开完就能找到了 对的三二的 这个是三二的蛋白锅 哦对了 黄坑一把切了 其实这些配料 每一样都只低一点 但是它再加到里面就比较丰富了 鲜鱼 接下来就撒的鲜鱼 我们用的是水发鱿鱼的絮絮 它把它切一下 这样子入味一些 这个鱿鱼絮絮也可以不切 鱼鱼絮 鱼絮抓着液 tear 菜头正在的就是把鱼絮切出来 我们把牙肠今天也要加到毛泉味里面切 五彩肉切碎 炊五彩肉 炊一炭 对了 这个也切片片 五彩肉切片片 丰富的毛泉味 其实很简单 煮一份毛泉味的话 大概你用三分之一 直接切三分之一 直接拿着袋子切 大家再看我们切开以后的火锅料的成价 火锅料是正常的辣味中辣 火锅料下锅 香味马上就出来了 下头有点我还踹踹把这个猪血打起来 我们炒一坨猪血起来 拿冷水冲一下就把切块了 进出来的猪血把它开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呈现我们穿出来猪血是什么样子 这个猪血紧出来就这样子 没在地点儿动动 素材直接下底下炒一下 炒一下就要对了 对了 因为我们的底料相对来说盐味比较淡 你只需要再加点盐在下底材料的时候 毛毛也走起 对了 白酒来的一点 因为这些食材相对来说它有一定的腥味 食材一下锅 赛鱼先下 来 一会儿下锅 好 下锅 来嘛 下嘛 水味下锅 压上稍微等一下 来 牙肠下去 毛肚最后下毛肚烫一下就要的了 烫一下就要的了 你看好大一盆 来 勾点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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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勾点蟹 来 花椒 来 活了 盐 放在一盆 留下的咬开 不通 不通 切下干海椒和花椒 去 在一起 下面的下方 这个是用火锅底料煮的毛球 点缀一下 巴士的白